Hello,大家好,我是Mini,欢迎来到IFU Super频道 前段时间双十一的时候,我在淘宝上买了很多东西 然后因为我妈妈最近过来跟我一起过圣诞 所以就让她帮我带了过来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想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在淘宝上都买了什么东西 那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第一个就是这种亚克力的这种化妆品的收纳盒 因为在德国就是随便这样子一层,小小的一个 就要卖几十欧,而且没有什么样子 就只是一个透明的盒子,所以我就觉得挺贵的 然后在淘宝上我买了这样子一套的,可以有好多层的 当时只花了200多块钱人民币 我买的这款化妆品收纳盒呢,它是有很多层组成的 我还算买的是四层的 然后买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跟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格子的形状和不同的那个层数 我买的是四层的,上面还带一个很大的一个盖子 图上面这个,它上面最上面这一层是开放式的 然后我买的那个上面带一个大的盖子 这样子,我觉得有一个盖子的话会比较干净一点 因为不会落灰 这个盖子非常的大,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光一个盖子就有这么大 所以我可以放,我觉得可以足够放 所有的护肤品进去了 就是即便是那种,比如说雅样的那个卸妆水有这么高 我觉得都也可以放进去 而且它空间很大,大家看 所以我觉得还蛮实用的 这样子 然后下面其实还有两个抽屉 然后因为太大了,我没法拿了 所以就这样给大家看一下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但是我现在打开以后 就觉得它这个材质还是有点薄 虽然比德国便宜 但是好像质量比德国的差一点 我对这个收纳盒的样子还是非常满意的 材质也很透明 但是我对他们家产品非常不满意的一点就是 我看一下它叫科特豪斯这一家 我当时买的时候 就这一家 我当时买的时候觉得他们家很大 产品质量应该很错的 但是结果呢,寄过来的时候包装很差 基本上就是一层很薄的那种气泡膜包了一下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缓冲 我收到的时候有一部分已经被快递摔坏了 但是这一家的售后服务还是很不错的 我一反应,然后拍个照片给他们 他们就说可以免费更换一次 然后就也不用我寄回那个坏了的部分 他们很快就给我补寄了一个好的过来 但是双11本来就发货很慢 结果又这样子换了一次货 就导致我很久才收到一个完整的产品 让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嗯,希望这个卖家如果可以在他的这个 邮寄的时候包装上面再优化一下就更好了 然后我还买了另外一个是一个手势盒 这一家的包装就让我非常的满意 同样是一个亚克利材质的这样子的一个收纳盒 这一家呢,它是用这种海绵把它这样完全包起来的 但是这个包装我还没有拆过 咱们现在一起把它打开看看里边的质量好不好 哦,这个盒子 诶,这个盒子的料比刚才那个厚诶 但是我买的时候觉得在图片上看它很大呀 怎么这么小 所以产品没有十全十美的吗 难道挺不错的质量 但是太小了 我在图片上看的时候以为是它的大概二倍这么大吧 二倍或者三倍那么大 但是结果只有这么大 比我的头大一点 我先将把这一层保鲜膜打开 好,看看里边的结构 因为它是一个手带收拾盒 所以它的这个里边的这个小抽屉 都是有这种丝绒的 这样子的话就放在 手势放在里边就不会被磨坏 好,终于拆完了 给大家...哦,对了 我这个盒子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下面有一个转盘 它是可以转的 就是你坐在哪一个方向 然后你都可以这样子转着来挑选东西 因为它这个盒子呢 前面是这样子一个小抽屉 最上面是 就是上面是这种小格子的 可以放戒指啊 耳环啊 然后下边还有这种大的格子 哦,这个地方可以放一些戒指 这会儿可以放向...这边可以放项链 就是这样子大的 可以放一些固定形状的项链 怎么办 插不进去了 就是这个...上面两层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二格的小格子的 可以放一些戒指和耳环 然后它这个把手是这样子的 像水晶一样的 漂亮 对不对 好,转过来 登登登登 转过来 是...有很多小挂钩 可以挂你的项链 还有耳环 所以说它真的可以装很多东西 很方便的 还可以这样子抽开 就好了 而且它这样子 它这个也是封闭式的 所以不会有灰落进去 还是很干净的 漂亮吗 在他们家我还买了一个 我还买了一个 就是收纳化妆笔的一个 就像是笔筒吧 但是也是亚克力的 是这种透明的 当时因为好像是 满多少有什么活动 好像满多少有减免 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这个 化妆刷的收纳盒 我觉得 哦,我是这种的 很漂亮 我买的是两个孔的 所以所有的笔 应该都可以插进去 没有问题 里面还可以放这样的珍珠 这样把笔固定在里面 也很漂亮 但是我没有买珍珠 我觉得没有必要 对于我来说 那买了化妆品收纳盒 我也买了一些化妆品 不是很多 因为我觉得欧洲的 我现在已经 可以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了 所以我就没有在淘宝上面买 首先呢 就是假睫毛 假睫毛我买了三盒 因为可以重复使用 没有买特别多 这两个牌子呢 是我看到有博主推荐的 说是很自然的 对于我这种 左眼泡 小内双 即便是有眼睫毛 但是每次一睁眼睛 那个眼睫毛 就会被眼皮盖住了 就像没有一样 所以眼睫毛对于我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我在淘宝上买了这三盒 因为是有博主推荐 说是非常自然的款式 我就买了 它们的长度 比我想象中的要长 但是买的时候是 它会告诉你是多长的 所以你就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选择长的 或者短的就可以了 这个假睫毛呢 我刚一拿到的时候 就感觉 好像是在批发市场买的一样 没觉得它是很好的 感觉这个毛呢 好像看上去像塑料的一样 可是我今天戴了一副 我觉得戴上以后真的不一样 就好像自己长的眼睫毛一样 完全没有那种塑料感 推荐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中眼泡小内双的话 相信你也知道 眼妆是非常非常容易晕装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 买眼妆产品最重要的就是 不晕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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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也是看博主推荐的 Kiss Me 他们说永远不晕装 我买了这一款 Kiss Me的极细眼线笔 我买了两款 一款是黑色的 一款是棕色的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它有写 虽然是都是日文的 但是有几个汉字 我还是可以看得出来 上面有写 泪 汉 皮质 我想就是比较适合 我们这种眼睛容易出油的人 可以长时间的保持不晕装 另外一个呢 就是买了这个 怎么哭都不会晕装的睫毛膏 这个对于我来说也很重要 但是还没有试 试试看好不好用 还买了一小包这个稀油纸 稀油纸我在德国的平价的店里边 还没有看到 所以但是在中国还蛮经常使用的 就是这个 没有挑 就是因为他们家有就随手买了 我用了一下 还蛮好用的 当然稀油纸我觉得用过很多 我觉得差别都不是特别的大 收到包裹的时候 发现他们家送了两片面膜 这个不是我买的 是可能是买的东西多 他们家就会送吧 它后面有写这个面膜是日本制造的 还没有用 试试看效果怎么样 那介绍完美妆的东西 就要开始介绍 所有人都非常喜欢的零食 我在淘宝上都买了什么零食呢 首先当然是少不了 大条 好大一包 当然我不止买了这一包 我买了很多包 这是小辣条 还有大辣条 很长的那种 也买了很多包 听说这个好像是在国内很有名的牌子 但是我吃了一下 一点都不辣 可能我比较能吃辣的吧 所以对于我来说一点都不辣 还买了鱼片 从小就非常爱吃 还有良品铺子的豆腐干 也是我最爱的 因为在德国没有什么豆制品 就非常非常想念豆腐干 喜欢 还有牛肉干 在德国如果在亚超可以买到 但是很贵 所以在淘宝上买了 牛肉干 我最爱 接下来我要隆重的介绍 我从小最爱吃没有之一的东西 就是这个 奇山擀面皮 凉皮可能大家都吃过 有些朋友可能吃过 但是擀面皮可能很少人吃过 因为这个是我们家乡特产才有的 但我从小就吃 所以非常非常地想念 然后这个叫做奇山擀面皮 然后我从小就特别爱吃擀面皮 基本上就是擀面皮把我养大的 所以每次一回家 第一件事就是 还没有进家门 就是先在楼下吃一碗擀面皮 然后才回家 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家楼下买的 但是它们现在已经可以提供真空包装 然后可以在 比如说可以通过微信 可以在淘宝上面售卖 所以现在可以把它带到德国来吃 我这次一共买了10包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慢慢吃 当然也不能放太久 但是上面有写 如果是冷藏的话可以放40天 放在40天之内把它们吃完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的淘宝开箱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就可以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订阅两个字 来订阅我们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咯 国内的小伙伴可以关注我们的B站频道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微博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